二位客官 本店招牌杏花酒 一壶二十千 不贵 可也不便宜啊 你先记账 回头有人送来 还打赏 记账 客官 你这酒还没喝那就醉了 小本生意 盖不设欠 小二 给他们上酒 赏最好的酒 真是可惜了 眼看就要到临周 终究是回不去了 谢谢你请我喝酒啊 香啊 老王你干嘛什么都跟我讲 行行行行 别别别傻的 这酒啊 就当是送你们上路 还有肉 之前约定还算不算 当然算 灯哥 灯哥 别打坏人家酒瘫 给我杀了他 这是北梁 没事 没事 你们继续 哥 走 糟了 北梁铁急 非要等到死绝了才肯放刀吗 北梁铁急 非人力所能及 请手吧 凤子营五点将军宁峨梅 见过世子 你下来 下马 天下没人敢拦在北梁战马之前 下来 下来 我要你下马 你下来 宁将军 北梁军中有人把我的画像交到匪徒手上 将军知道吗 北梁军中绝无此等待 我只看到宁将军在冲杀我的朋友 宁某奉命皆是此为否 拦路者 即使为令 那若是我让你下马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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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爷 哥 哥 哥 咱们俩坐着聊 让哥好好看看 咱 小王爷 末将是领着军令 来接世子回府 我家黄门二到了 哥累了 想回家了 那 那现在就回吧 不请 等咱们吃饱喝足了 你一起回家 好 小二 上酒 小王爷 您跟世子都上马了 小王爷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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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家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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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爷 世子让我来带他 小兄弟 世子的院子还在收拾 王爷说 世子先送到他的院子 小兄弟 世子让我来带他 世子的院子还在收拾 王爷说 世子先送到他的院子 知名 从来 道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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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睡着 闲前没醒 小王爷在里边陪着 你看 我穿得是否还算周整 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什么话 不仔细看 你要知道世子是何等人 最爱挑剔 快快快 让他们再给我整理一下 快来来来 是 我看到有很多都是新来的 是 把咱们的家贵再跟他们宣读一下 好 你们都听好了 王爷见世子 你们都机灵点 王爷就是被打死 也当没看见 你们一定要紧急在心 是 是 是 嗯 哎 等着 过来 看看我是不是非常地慈祥 我还没饶命 下去下去 都下去 是 好儿子 好儿子 睡醒了 舒服了吗 啊 三年了 你知不知道那三年 小爷我都受了什么罪 是是是 爹对不起你啊 我让你讲我最能力 差一点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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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了 你别好 你脚大 你穿上鞋 你别伤了 就你的身子 你别好 别说这种鞋子 这种鞋子都写跪着的 那我这只要比这杯飞啊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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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飞飞 不飞 别 别 别想你 还能叫鞋子好 显得咱们天天啊 就你不动 行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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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天凉 你光着脚易感风寒 行 完了 三所宅子 关上门 关上门 在屋里怎么折腾都行 而且还能给爹 留点面子 开吹 开吹 没完了 这 这 这怎么弄的 等会儿 我今天就饶了你 但是这事跟你没完啊 你等着 爹 等着 爹 等着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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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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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爹 给你穿上鞋 爹给儿子穿鞋 别人看见了 成何体统了 你瞧 我们还是父子情深哪 我这好儿子就是懂礼数 哥 我给你穿 我自己穿 也不安 你瞧 小气了 大小气了 三年好长啊 好了 这么晚了 早点回自己房间休息吧 哥 哥不走 明天看鱼 去吧 等等 打招呼 爹 我回去睡觉了 去吧 去吧 等等 打招呼 怎么样 歇够了吗 还是累 还累 那再睡会儿 不睡了 有件事情想不通 什么呀 我要见那个被抓的出国老兵 现在 就现在 行 我带你去 你在外边等我 我换个衣服 对 对 对 我 来啊 替世子更衣 小天儿 等我们都走了 你得出来 把你那包围收好了 哥 我 徐妇妍 你 都下去吧 别守着了 下去吧 别守着了 是 快点 下去吧 下去吧 前面带路 躲在床底下的 是姜妮这丫头吧 我跟你说过 我自己的丫鬟自己管 你也别插手 别忘了 杰杀你的可全都是楚国人 姜妮这丫头的身份 她是避不开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画像有可能是她给你画的 好好好 这个 她是你的人 爹就不插手了 爸 你 给你画一张 河